何谓业障? 简单来说,指人曾经造过恶业,因缘具足,果报现前,各种障碍便接踵而至。 它并非指流年不利等不可控的外景,而是人自身因果业报的显现。 太上感应天理说,福祸无门,为人自照,善恶之报,如影随形。 福报是自己积德修缮而来,灾祸也是自己感召来的。 我们每个人过去世中都或多或少造下过恶业,有时候生活中突如其来的灾难不顺,其实就是自身的业障。 有了业障该怎么办? 忏悔消业。 世上有一种最厉害的后悔药,那便是忏悔。 往昔所造诸恶业,皆由无始贪嗔痴,从身与异之所生。 一切我今皆忏悔,忏悔要发自真心,不可搞形式主义,欺骗得了他人,骗不了自己,瞒不了因果。 业障不消,就容易消解自己的好运,使人生陷入逆境为原。 很多信众觉得自己最近运势欠佳,就会选择到寺院里烧香拜佛,求佛菩萨加持。 其实不必临时抱佛教,一个人身上最好的风水,最有用的护身符,不在外在,就在我们自己心中,以及我们的德性善业里。 心术不正的人,香烧得再高,因果也不饶人。 心善慈悲之人,不用烧香求佛。 佛菩萨也会加持,人为善,福虽未至,或已远离,人为恶,或虽未至,福已远离。 业障现前,身上会出现这五大征兆,看看你有吗? 一,喜忏怒,脾气越来越大。 业障现前,福报不够,往往诸事不顺,障碍比较多,事宜不顺,心就乱了。 心乱则亦称怒。 火气上来,障碍便会接踵而至。 佛家讲一念称心起,百万丈门开,称恨的念头一旦升起,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,加重自身的业障。 称怒是没有智慧的表现,一个人的心量与格局太小,自身的福报就薄了,这样的人难成大事。 人生是哪有尽如意的,一不顺心就大动肝火,好运也会绕道走。 忍辱波罗蜜便是妙中宝,忍辱是修行的大智慧,凡事多些包容与体谅,业障就会自行化解。 心宽一寸,福报就会厚一尺。 人生就是修心的功夫,心地的宽窄,决定福报的深浅。 二,心不静,身心不安。 人生最大的福报,不是有多少财富,或有多高的地位,而是内心的安定与自在。 内心解脱无烦恼,就是极乐净土。 一切为心造,心空一切空,心有一切有,我们的心,就是我们的人生。 佛不度人,为人自度,只有你自己能给予自己光明与力量。 佛说一切法,为度一切心,这个如如不动的清净心,是要靠你自己修持。 人生在世如深处荆棘之中,心不妄动,不动,即是生路。 心中有光明,当下即是极乐世界,内心无光,处处都是地狱火坑。 所以,时时处处关照好自己的念头,不被外境所转,心轻悦鸣。 三,执念太深,颠倒妄想。 烦恼皆自找,人之所以痛苦,是因为心中的执念太深,我执太重,自己不放过自己。 自己和自己较劲。 已经过去的事,反复地想,总是一脸忧虑,心事重重。 杂念太多,活在过去的人,是没有未来的。 佛说,一念一轮回,痛苦的是,反复去想,那你就是不断在苦海里轮回。 金刚经理讲,过去心不可得,现在心不可得,未来心不可得。 世间最好的放生,就是放过自己,凡事想开放下,放过自己,业障自消。 四,多生灾祸,面相称惠。 平时杀业比较重的人,往往业障表现得更明显,更易感召灾祸,因为过去因杀生所接的恶缘冤债太多。 喜杀生,或者以杀生为业的人,面相多称惠。 相由心生,心不慈悲,面相自然会显现,没有福。 杀生的果报,丝毫不爽,今生你杀他,来生他杀你,冤有头,债有主,因果不空。 杀生的后果最明显的就是,使人多病短命,而且很容易感召不好的静缘,使人运气不好,多有奇祸意识发生。 五,常常陷入口舌是非之争业障众,也表现在人的口业上,口是福或之门,管不住自己的嘴,到处挑拨是非,造谣声势的人,往往也会陷入或从口出的境遇。 有人的地方,就难免有是非,我们束缚不了别人的嘴,但我们要守好自己的口德,莫失言,莫失德,才能消夜积福,诸事顺遂。 古人说,覆水难收,讲话就像泼水,泼出去的水无法再收回,讲过的话也一样收不回来,所以一句话要出口以前,不能不慎思。 讲话是一门艺术,即使讲好话,也要顾虑不能洗脸,碍了鼻子。 你讲这个人好,得罪了那个人,话就讲得不够高明了。 讲不好的话,让双方听了都不高兴,当然就更不能讲了。 不好的话不能讲,有些什么话是不能讲的呢? 有的人经常喜欢讲丧志,泄气的话,其实人生应该接受别人的鼓励,即使没有人为我打气,也要自我鼓励。 自己不鼓励自己的志向,反而讲些丧气的话,当然就会自甘堕落。 人在生气时,往往不自觉地讲出负气的话来,有时是伤害别人,有时也伤害了自己。 人在受气的时候,最好是保持冷静,不要随便发言,因为气头上所说的话,往往很难听,因此不能讲。 人在不满意的时候,经常说出一些抱怨的话,怨恨主管,怨恨朋友,甚至怨恨家人。 你经常讲抱怨的话,被别人听到以后,借题发挥,搬弄是非,说你要对付这个人,要对付那个人,最后自己自食苦果,何苦来在。 四,损人的话不能讲。 有的人轻浮,对人不够尊重,包容,经常在言谈之间,讲些损人的话,有时候是损人利己,有时是损人不利己。 语言损人是一时的,但自己的人格,被人看清,所受的伤害是永久的。 五,自夸的话不能讲。 有的人在言谈之间,喜欢宣传自己,自我标榜,自我夸大,别人听了,必定不能认同,所以自我夸大并无实意,反而自我损伤。 人要伟大,必须做出一些伟大的事业,伟大是要别人讲的,不能自我称大,自我还是谦卑为好。 六,不实的话不能讲。 佛教的五戒,妄语戒是其中之一。 妄语就是见言不见,不见言见,是的说非,非的说是,也就是所谓说谎,是不实在的话。 狼来了的谎话说惯了,会带来严重的后果,本来只有一架飞机,说成十一架飞机,到最后变成九十一架飞机,这是多么可怕的谣言,这就是不实的话。 七,机密的话不能讲。 人世之间都有很多机密,包括家庭的,公司的,业务有业务的机密,国家有国家的机密。 现在各个国家都很重视机密保护,如果你泄露了机密,会受到研办,要负很重的刑责。 所以,无人应该养成不随便乱说机密的习惯。 你要对外发表机密之前,先要想到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,知道严重性,就不会胡乱开口了。 八,隐私的话不能讲。 每个人都有隐私,自己的隐私当然不希望被人知道,别人的隐私自己也不能讲。 就算你揭发别人的隐私,没有引起对方反击,但已暴露了自己不厚道的性格。 人住房子,不但为了遮阳避雨,也为了安全,最主要的是为了保护隐私。 人穿衣服,一方面是为了保暖,同时也是为了遮羞避体,掩藏自己的私密。 所以,人要互相尊重,不可以暴露别人的隐私。 除上以外,当然还有很多不当的话不能讲,甚至有很多不当的事不能做,不当的行为不能有。 我们明明的元带来。 等于全国、安若姓宾的学校。 在重症上会。 我来订阅,我来订阅。 我来订阅,我来订阅,会订阅。 我来订阅。 我来订阅,你会订阅。 你会订阅,我来订阅。 你会订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